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嘿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偉 今天早上我就賴麥麥說 Today is good day 嗯我們都很早起 也沒什麼睡 緊張的睡不著 我們的麥麥齁 從上次偷了賣車影片 不到一個月 交車了 今天牽車啊各位 大喜之日 車子還沒賣掉 大家再考慮一下 突然想到一件事 昨天是Mia牽車 她說昨天的下午1點鐘 是量成即時 所以她是特別1點去 她特別1點去啊 他有查 她查了 那我沒查 昨天我跟Mia去跑北 她說那妳叫她趕快改成今天的1點 今天就是陪著我們慢慢來牽車 牽哪一台車呢 我們在這邊先賣個關子 今天來到一個非常棒的車店 叫做Dan Racing 這家店很早以前就有耳聞過啦 老闆是之前我R1的車友 我說真的如果你不說你走進去 你會以為好像來看藝術品的 不太像在賣車的你知道嗎 Jason哥開著這台紅色的車 各位我讀數少不太知道這台什麼車 就是扁扁的 賣賣今天就要簽車了嘛 嗯 款項在今天會好了 這就是跟車行買車的這個好處啦 交給車行他就會幫你處理好過戶啊 保險等等的問題 甚至我們今天在買這台車的時候 有一些改裝配件 也是交給我們的ZN Racing的員工 上次試車真的也是蠻順利的 到最後車子也看得差不多了 Jason哥就是說 欸 你要試車可以 但是他們為了避免有心人試啊 問問哥啊 或者是惡意超車 問題人物的出現呢 就是他們會去收一個 比較高昂的訂金 他是說如果你試車的時候 沒有試出什麼問題的話 他這個訂金是可以退你的 你不能夠說完全沒有想要買 但是你就說你要試 他是要杜絕這個發生 所以他才先收這個訂金 如果你真的試出什麼問題 他這個訂金是可以還你 那我們就進去 看一下麥麥今天到底買哪一台車 GOGO 好的 各位 在我旁邊呢 就是我們ZN Racing的老闆 Jason哥 哇 不像老闆 這麼帥又壯天啊 就要請我們的Jason哥呢 介紹一下 哇 你這家這麼漂亮的店 有聽過你的店很久都沒有來過 基本上我們已經開店兩年多了 我本身就覺得希望看車環境 也是一種享受 我就說我今天隨便擺放 車子隨便丟 那你要看自己看 希望給客人有一點舒適跟質感 那上次來看車也是 Jason哥 一定要親自 帶著我們 你們店裡對於車況 價格都是蠻透明公開的 對 二手車就是這樣子 車子有刀有摔 我們所知道我們能檢查的 都會直接告訴客人 因為我們自己其實車商在收車 比你們更怕買到有問題的車 如果今天真的車子有問題 我們會直接告訴你 比如說里程高 摔過沒有原廠客人 直接反映在價格 我們都會講 不會說價格提高 用正常價格賣 我們能盡量透明的部分 都盡量透明 百分之百 我們所知道的都告訴客人 FB跟IG 價格你們就是直接放在上面 也不怕人家知道或怎麼樣 因為有些在賣車 他就是沒有價格 很像私訊 你問他 然後他就會說 是啊 整排然後寫說可以 根本沒有價格 而且不知道可以什麼 現在的消費者基本上看價格 價格看完再來看車況 我們的車收很簡單 都會去比價 網路上的自售跟車商的價格 然後我們去取最低的價格 我們用這個價格去販售 甚至要比他更低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看一下廠內的話 會發現全部都是這門車 我們基本上將近沒有人 看到都認識的 對 感謝我們的Jason哥 等一下可以去看車一下 感謝感謝 謝謝 謝謝謝謝 嘿各位 為什麼現在來看這台車 你又不是買這台車 為什麼我們要給各位看呢 就是因為啊 本來是要買這台的啊 有夢到過啦 這是我們J&Rancy的員工 阿嘎 你好 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沒有騎過耶 但是他夢到了 他騎650 結果夢到騎R 這台車的年份是2017年 里程大概就四萬一千多 價格的部分很便宜 超便宜 天天價就是四九八 四九 超便宜 是一台RS660嗎 差不多了 然後但是卻能買到一台 兩百匹馬力公升級仿賽 對 第一台騎到的公升級仿賽 就是阿魯 朋友就是給我騎嘛 我想說他一千CC可能很笨重 我騎一下 哇塞 過彎像切豆腐一樣 阿魯呢 跑車界裡面 CP之王 數一數二 真的是數一數二 那可以再說一次價格嗎 四九 四九八 四九八 我們這個片應該是很快就會上了 真的對阿魯有興趣 或者是像他一樣 騎著一台車 最想著另外一台車的朋友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那身為一個前R1車主 當初也是有推薦我們想要換車的賣賣 有沒有想過R1這個車型 沒想到呢 你們店裡也有一台 2014年的R1理程大概就是兩萬多 最期待的這個價格 三二八 三二八 三十幾萬就一台公升級貨車 哇塞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魚眼R1 十字驅走的第一代 超兇的 我其實北宜也有騎過 我覺得非常的好騎 很好上手 里程是不是比剛剛更低 沒錯 因為前車主其實他就是一個放假跑車 一般的那種跑車車主 正常的那種 我是不正常的 拿來代步的那種 2014跑兩萬 才三二八 我那時候650R就買398了 你跟我說一台1000CC好車賣三二八 太香了各位 那時候我就是跟賣賣有推薦 先考慮看看R1跟R 不過他最後呢 還是選擇今天要交車的那一台車 那我們就揭曉一下囉 GO 賞車間或者是這邊簽約室都很漂亮 看得出這個老闆的sense 你要簽約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要講 了解 那接下來吹個冷氣 然後大家有問題都可以講出來 定金 廠牌 年份 價格 車子的顏色 CC數 這邊裡面都有 比如說像碎金 那有講好像 我就是說好 你很阿札莉 就送你碎金 等年度的碎金過戶 那這件我們就會畫差 這邊寫的金額就涵蓋 關到碎金 對 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備註的部分 每個人的要求都不一樣 比如說像他這台車 特別行 我們就比較敢去備註 無搭無衰 無事故 有的二手車 畢竟車礦年份比較久 我們只能跟你保證現在的車礦 不會說 欸跟你寫了保證 結果到時候你來找我 我都不認 我們的車就是 備註的內容 會要求你 交車後 三天內 你可以去任何像原廠 檢查 如果不符合原價購軌 三天內檢查了 有問題我們原價什麼會 哇塞 這很有保證 我們就簽約嗎 好 我覺得OK 嗯 我覺得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簽約 好 好 各位 其實本來是沒有要拍他們裡面的車 臨時 就覺得說 你之前也有考慮過那兩台車 再加上他們店裡價格真的都是滿甜的 聽到嚇到 你想說 哇這台這麼新 這麼帥的跑車 這樣子要多少 那個價格 那個價格 不要說剛剛那幾台車 甚至是你這次要買的這麼新的車 都能以那個價格 我們先不賣關子了 今天呢 買賣要簽的車就是 Aprea ISV4 What's it? OMG 賣賣 最新款的 我想都沒有想過 我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ISV4呢 1100cc 200匹馬力 各種的最高級的電控 因為他就是一台 最新世代的一台跑車 你想到的他都有 他甚至還有定速 我都說嘛 公升級跑車 如果價格OK 一次到位真的是最棒的 20230排的這台 ISV4 他里程多少 1666 有夠新的耶 免訓車耶 ISV4 1100最新款的 價格一台是82 半島可能要 又要再加個幾萬上去了 但是我們在JN Racing 老闆直接給我們一口價 我們無法拒絕的價格 真的 66.8 所以沒有啊 所以沒有 無法 你無法拒絕啊 我去領錢 剛剛我們這樣子 請JN哥給我們介紹 面的也看得出來 JN哥人很帥很酷 不廢話 有話直說 直接給你抵價 對他沒有給你傷人的 假掰的那種感覺 他就是直接跟你說 他的利盾可能就是多少 你要不要這樣子 說真的啦 真的是有衷的恭喜你啊 我是說真的 真的 我很期待 騎的長長久久 真的 肯定要騎的長長久久以外 對 手可以放開了 很多話 恭喜我們賣賣 牽車成功 非常感謝我們JN Racing 全體員工 以及我們老闆 薛神哥 哇 真的是除了天天假以外 很多東西都是直接很阿沙里 真的是非常的謝謝他 他們有在經營IG跟FB 他們的價格 都是直接寫在網頁上的 但是我後來才發現說 他們有一些影片 在影片裡面講的 那個價格呢 更甜 如果我是各位觀眾 有在物色想要升級 或者甚至 你想要入坑的話呢 趕快去追蹤 我們JN Racing的 IG 以及FB 對不對 好 那感謝各位的手感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看到我們賣賣入手 再來工升級的仿賽 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訂閱按讚 加分享 然後感謝我們今天的JN Racing 大家也可以去追蹤他們喔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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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